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德州迈阿密戴德县县长卡瓦今天宣布 迈阿密海滨大楼倒塌事故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到78人 还有62人下落不明 自6月24日倒塌事故发生以来 搜救人员还没有发现任何幸存者 卡瓦说寻找罹难者的工作人 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巴拉贵第一夫人的妹妹 也死于大楼倒塌事故遗体已经被发现 报道说佛州地方官员已经承诺 向受害者家属以及幸存下来 但失去所有财产的大楼居民 提供财政援助 与此同时 当局正在对倒塌事故展开大陪审团调查 目前罹难者家属 已针对事故提出了至少六期诉讼 美国辉瑞制药公司 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昨天发表联合声明说 注射辉瑞疫苗第三季 有望帮助人体提高 对包括交塔毒株在内的 多种变异新冠病毒抵御能力 声明中说注射第三季疫苗 实验初步数据显示 人体在接种第二季 六个月后注射第三季 体内抵御新冠病毒和变异病毒 β毒株的中和抗体水平 比接种两季提高五到十倍 声明说近期发表在 英国自然杂志上的论文数据显示 实验发现在接种辉瑞疫苗第二季后 人体对Delta毒株有较高的 中和抗体水平 两家公司预计 第三季将进一步提高 这一类抗体水平 目前正在通过临床前试验 和临床试验进行验证 热带风暴ELSA 尚未抵达纽约 却已为当地带来大雨 造成多个地铁站淹水 主要道路交通中断 ELSA 狭带狂风豪雨 肆虐佛罗里达州后 在东岸继续朝北移动 国家气象局表示 昨天下午连串大雨 在纽约市和周围地区 累积降雨量达到25至100毫米 造成部分地区洪水泛滥 纽约一些主要道路也暂时关闭 包括在布朗克斯区 造成交通中断 纽约警察在推特发布 汽车驾驶水受困的影片 国家气象局预告 ELSA正从伯州北上 带来的豪雨预计 今天抵达纽约 见识可能再度出现淹水情况 海底警方宣布 至少有28人 涉嫌参与刺杀总统摩依士 警方已经抓捕了17名嫌疑人 正在寻找幕后指使者 28名嫌疑人中 包括26名哥伦比亚人 和2名海底义美国人 已抓捕17人 几比3人 仍有8人在逃 初步调查显示 有哥伦比亚裔退役军人 参与刺杀海底总统 哥伦比亚政府 已经被要求 全力补合调查 离家中 昨天下午3点49分 发生6级地震 地震的震中 位于太浩湖以南 加州与内华达州交接处 震源深度10公里 随后又发生多次余震 震期从3级到4点6级不等 加州捷运局表示 地震引发山体滑坡 滚下的石块散落在公路上 有几辆汽车被石块砸中 同时导致当地395号 高速公路短暂关闭 目前还没有重大损失 和人员伤亡的报告 请继续续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档台 请到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